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今天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關於D調甲的正確觀念 我發現很多人對於D調甲的使用 並不是非常的了解 而且常常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或是很奇怪的觀念 有的人會說D大調就一定要加第二個格子 F大調就一定要加第五個格子 甚至有的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現在在看C大調 我還要加D調甲 就如同我上一個影片 我已經告訴你 D調甲加與不加 其實是需求的問題 不要再想那些奇怪的想法 接著就讓我來告訴你 D調甲在吉他上面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問題 D調甲最常牽扯到的問題是調性的問題 到底什麼調應該要加第幾個格子 到底什麼調應該要加哪邊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先搞清楚一個觀念 到底調性是怎麼一回事 先讓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不同的調性 就像G大調、C大調、F大調、降E大調之類的 它們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從音符來看 它們的差別在於升降記號數目的不同 就像是C大調的音階中沒有升降記號 F大調的音階中會有一個降記號 D大調的音階中會有兩個升記號 降B大調的音階中會有兩個降記號 所以我們分辨調性的其中一個方法是 我們會去看升降記號數目的不同 看它有幾個升記號或者是幾個降記號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什麼調 而在我們知道影響調性的 是我們彈奏中升降記號的數目以後 我們再來看看一調甲 一調甲它只不過是把我們的某一個格子夾住 它並不會影響我們的升降記號數目 因為到底在彈奏的時候要彈到幾個升記號 幾個降記號 那個是我們在彈奏中可以選擇的 不論我夾到第幾個格子 只要我的手在彈奏的時候 刻意的保持同樣的音符 同樣的升降記號數目 那麼不論一調甲夾在什麼地方 我所彈奏的都會是同樣的調性 接著就讓我來示範一下 我會在沒有夾一調甲的時候 彈奏一段旋律 接著我會一調甲夾在第一個格子 再彈奏同樣的旋律 接著再夾第二個格子 第三個格子 第四個格子 一路我張家 你會發現我都彈奏同樣的旋律 同樣的音符 還有同樣的調性 Covid 我剛剛所彈的都是C大調的全家鈴聲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合手 而剛剛正式證明了 不論移調夾加在這幾個格子 都不會影響我們的調性 調性的差別都是我們音符彈奏的選擇 而加上移調夾會有的差別是把位的選擇 以及執法的選擇 請記住一句話 移調夾的使用與調性無關 關係到調性的是所彈奏的音符的選擇